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节1700整点新闻 带您掌握最新消息 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国民酒街口一处拆除中的大楼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突然倾斜倒塌 结果整栋六层楼的残骸就横在路中央 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正在拆除的 慢波假期饭店整栋结构直接倒塌横过四线车道 路边停放的轿车也直接被压成了两段 而根据募集民众表示 其实这栋楼在早上开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要倒了 下午三点多应声倒塌 而当时有人募集有一辆黑色的消旅车开过 不确定有没有人车被压到 至于拆除单位目前也在持续的清点人数 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开挖 厘清是不是有人受困 有最近的消息我们会随时带您掌握 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